那個我的文案 對 不要說開始 開始會緊張 對 好的 我們就 我們就 好 到這邊結束了 好的 我們在閒聊 閒聊 閒聊 開始 我看一下我開的答案 是不是對的 好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 先從自我介紹開始 當然 雖然說 雖然說那個 我們要怎麼稱呼你啊 通常都叫唐鳳 真的嗎 叫粉餅 對啊 叫Odry也可以啊 唐鳳有名字吧 Odry Odry 還是唐鳳好了 對啊 唐鳳比較好發音 OK 同樣是兩個音介紹 一個捲聲音 好 我們還是要自我介紹 雖然說唐鳳可能已經 幫我們肉搜了一次 有吧 沒有啦 怎麼可能呢 我都說腦波 對啊 腦波都已經幫我們掃描過一次了 那我們就先 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好啊 也跟我們頻道的朋友 直播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我們是越來越快樂 那基本上我們其實是 一群愛登山的人 其實也沒有一群啦 就是我們兩個人 OK 那我們其實當時是因為參加了 向導訓練 就是一個登山向導的 考證照的一個補習班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上課之後 我們就認識了 多久以前啊 大概是去年 2019 喔 兩年前了 對 然後 我們之後 在課程結束之後 我們還是有陸陸續續 可能大家就會約出去爬山 或怎麼樣 然後在偶然的一個機會下 因為我開始接觸Podcast 然後我就覺得說 哇這個平台很不錯耶 怎麼沒有人講登山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緊鑼密鼓的 規劃說這個節目 然後就很幸運的成為了台灣第一個 做登山Podcast的節目 不過現在陸陸續續 已經有非常多的 就是好朋友們一起出來做這個 有關登山的議題 那我們自己是覺得說 這種東西就是越多人做越好 然後大家可以不只是 彼此之間互相切磋 而且是越多人注意登山這個議題的話 他討論度越高 當然大家也會越把中心放在這邊 所以我們也是 就是也蠻榮幸的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想說 怎麼樣能夠 讓這個我們的節目更多元化 然後更有深度跟廣度 所以呢 我們就在想 是不是有機會能夠來這邊 就是跟唐鳳見個面 然後把我們一股腦的一堆疑問 所以兩位向導 你們都有徵兆嗎 可以這樣稱呼 我沒有 他考試考過了 考過 但還差一次的帶隊實習 OK 準向導 準向導 他是準向導 OK OK 可是你是想要帶商業團 所以才去考嗎 因為一般考上隊都是想要帶商業團 因為我們上課的地方在登山補給站 它是一個登山用品店 那這堂課在當時是號稱最貴的向導課 是喔 對 那大概花了兩萬三兩萬四吧 哇 那 我單純去考只是因為我考完了 不然 上完課了 上完課了 然後兩萬三兩萬四砸下去 是 那想說 反正考試只要再花個四五千塊可以搞定 哦 那就是 就是一個沉默成本的概念 對 像賭徒 可能輸了 就想要不甘心再賭一把 OK 然後 那考完上早檢定之後 我自己如果拿到證照 因為現在有正職的工作 所以你沒有說帶團把它轉回來 這種想法 不會不會 上早還蠻辛苦的 就是如果 打從第一眼你知道客戶是一個資歪人 嗯 但如果他又買人 跟著你這個七天的行程 你就要跟著自外人七天 對啊 嗯 可能沒有辦法 這麼開心的做這份工作 了解 就跟我們公務員一樣是服務業 對 嗯 所以我就是因為覺得 花了那麼多錢上課 那去考個 向導檢定 拿到 拿到一個證照 當作一個據點就這樣子 啊 了解 就聽算了 這樣我了解 謝謝 嗯 那我沒去考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其實本來打從 心裡就沒有想要當個向導 但是因為我自己是覺得說 向導課程啊 他是一個非常系統化的 呃 他有很系統化的課綱 可以告訴你說 整個登山是怎麼一回事 從自然環境 人文 然後還有一些 呃 登山的素養 文化等等 他都會在那個課程當中 很系統的 告訴每一個人 就包含什麼緊急通報啊 對對對 沒錯 然後天氣怎麼看啊 怎麼關心啊等等 對對對 所以就算作為山友也會讓自己變成比較有資格的山友這樣 沒錯沒錯 因為我之前登山可能都是跟著同學啊 或者是跟著前輩 大哥們 大姐們去爬山 但是那個都是有點經驗上的傳承 所以說如果說真的去參加一個這樣的課程 其實他的教學是非常的系統化 對啦 所以這蠻好的啊 對我覺得這蠻好的啊 就是教育部投入這個還是有教育效果 欸這是教育部投入的嗎 教育部體育 對 教育部啊 對 可是 對啦 這就是會連接到我們等一下的一些問題 好啊 對 好 那今天我們的節目大概有分成八個大項目 不過我們就看時間夠不夠了 好啊 那就跟我們的聽眾也講一下我們預計會問哪些議題 那第一個是沒有回 我從前面開始講 這八個議題我們都會先從他的一些前情提要 先跟唐鳳 這樣有點害羞啊 沒問題 唐鳳以及我們的頻道做一個介紹 因為我都沒有登山的任何信念 所以就是把我當初學者這樣 對 然後講完他的前提要之後 會再問唐鳳您的對於這些議題的個人意見是什麼 對 好 那 百月的活動從以前我們入山 非常嚴格 因為那時候 有所謂的入園證跟入山證 兩個都要辦你才可以去爬山 到去年還前年 我們的蘇院長說要寂靜森林 向山之境 對對對 那從開放山林之後 今年是一個爬山大爆發的一年 去年 去年 去年開始 從疫情大爆發開始就登山大爆發 確實啊 然後也導致我們山難的發生案件更得變多 因為從事的人變多了 那發生意外的次數也變多 這是一個必然 但是其實 如果跟 我這邊稍微理題一下 如果跟日本相比 其實我們的 山難的發生比率其實是比日本要低的 對 OK Anyway 那反正 民眾不會管這麼多 他聽到新聞 就是說 又是爬山的人 去叫海歐直升機 這些山友 老心不知道在想什麼 反正就是都浪費國家資源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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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些爬山的山友 也會覺得 很 很莫名 因為我們爬山其實都會 做很多的準備 然後被這樣講 也會覺得 想要利用這個頻道 然後 跟 一般沒有爬山的民眾 跟有爬山的民眾做的溝通 對 也希望我們的頻道可以 傳達一些正確的觀念 好 Anyway 今天我們會談的議題主要有八點 第一點就是 沒有規範 這個 業者的行為 怎麼意思呢 就是 好 我這邊重講一次 以下我們有幾個問題 想要 聽聽看唐正偉的想法 第一個就是 因為業者使用 這個 國家公園步道 國家公園步道都屬於公共財 然後山屋也是政府建立的 那 在沒有 其實這些業者在享受這些 公共財的同時 他並沒有對這些 公共設施做一個相對應的付出 那他們卻以國家公園步道 當作一個牟利 或者是當作一個 營業的一個行為 所以第一個想探討的是 就是在沒有規範業者的情況下 該怎麼 去讓 商業 跟國家公園的管理 去做一個有效的 或者是一個更好的一個 配合 或者是合作 那第二個想要談 探討議題是 商務申請的漏洞 就是在熱門的進行路線上 商業隊伍會偽裝自己是自組隊 然後呢 用個人的名義去申請 那利用這個申請制度跟抽籤制度的漏洞 然後去搶位置 讓真正業餘的登山者或一般民眾 會變成他難以抽籤 然後變成爬山更加困難 那想問問看有沒有什麼好方法 可以把可以漲低商務申請漏洞 那第三個我來講 好 第三個就是有關山難成本的支付 還有登山保險相關的東西 因為現在剛剛阿布也有提到 就是因為很多登山客 他可能在遇到了一些 山上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開始可能會呼叫直升機等等來救援 那這些成本到底是應該由哪一些人來支付 是由申請者來支付還是所有的納稅人 那這就一直是一個大家沒有辦法妥協的一個話題 那我們就在想說如果說這樣子的山難的成本 能夠跟保險做一個結合 那這樣子的話會不會就能夠比較有結 第四個部分呢 我們就是想要了解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的消防隊 他其實消防隊非常忙 消防隊他負責的不只是打火 然後又要救難 連什麼救小貓等等全部他們都要做 所以說其實 針對這個山難救援的部分 並不是他們的一個專項 就是說並沒有一個登山救援的一個消防隊存在 所以說在登山救援的部分 常常會委託一些民間的搜救公司 也不是搜救公司 他們是民間搜救隊 那但是在這樣的資源要怎麼整合的狀況 我們就覺得非常適合 你說不是公司意思是他是協會還是其實不是組隊 有的是協會 那有的就是民間是組隊 可能一個群組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所以在這個部分 像他們的資源就很缺乏 那但是就需要跟政府的 比方說消防隊 要怎麼樣做一個整合 那第五項 OK 第五項就是國家公園 是否應該由使用者來付費 然後第六項 之後我就直接條例講 因為這些議題是比較直觀的 不用請停提要 第六項是台灣商務是否可以民營化這個議題 第七個議題是如何強化我們的登山教育 然後第八個議題是向導制度的必要性 好那我們就先回到第一個我們最想討論的部分 對就是第一個問題會想問唐委員就是 我們這些山友因為有些能力不足 所以會請協作來做幫忙 對那因此協作的存在是有其必要性的 只是不知道說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這些協作的行為可以合法化 在不禁止的前提下管理就是可以管理哪些作為 以避免犧牲掉其他山友們的權利 對因為現在其實就登山而言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在山上就判斷說 這個是商業團 這個是自主團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沒有辦法去做判別 所以說其實這就變成很難 有一些協作他可能長時間都在某個商務 他可能就佔用了其中的一些公用的空間 那讓一些自主的山友可能變得空間很狹小 甚至就沒有地方了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覺得說這個好像是一個問題 那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 可以讓規範這些業者 或者是把它跟自主的登山客門做一個區分 我想先問一下 這裡講的是人力協作對不對 機器什麼呈現不算在裡面 不是就是單純是人力 OK 那這個人力的部分 以我的理解目前並不是說好像有一個 好比像說全台灣協作組織公會 目前好像沒有 對這種 目前沒有 那沒有的話怎麼會有所謂的 要把它合法化的這個概念 因為通常合法化是先有一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然後有一個準入條件 然後組織其公會等等或者協會等等 然後把沒有加入的說成是非法的等等 就是一般別的需要徵兆的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那但是我們 以我目前理解的情況是 它並不是一個有一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說 你非加入某個公會不然就不能來進行高山協作 所以為什麼你們會用所謂合法化 難道現在在做的不是合法的嗎 應該是說現在做的也是合法 但是他們佔用了很多其他自主團隊的空間 因為他們使用的是一個公共財 就是像我們的商屋或者是我們的營地 那他們可能就會在 那個營地應該是大家共用的 就像頂樓五樓一樣 但是被四樓的人佔用了 那營地也是一樣 這營地應該是所有的山友們共用 但是因為他們已經先到了嘛 或者甚至他們不需要下山 他們就是一直在上面接客人 所以說他們帳篷甚至都不拔 這就對理解 我聽懂你的意思 可是這樣子的情況下 因為它並不是非法的 所以你如果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你要用什麼方式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如果現在是好比像說 只有遺食或藥食或護理師或什麼 就這件事情只有取得某個資格的人才能做 那發這個證照的機關 當然就有去管制它的這個能力 甚至包含限量限流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目前因為並沒有一個 這個我們叫準入條件 所以如果你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你會用什麼方法來處理 因為現在沒有這個架構在 對現在沒有這個架構 可是就是因為沒有這個架構 所以說造成說現在有這樣子的亂想 我聽懂啊 但是就是說先不管中間的路徑 對你來講理想最後的情境是什麼 因為你一開始說的是說 並非完全不要協作員 那我們短期內也不可能全部都有機器人取代 如果全部都有機器人取代 反而又沒有問題 不過說不定有更多的問題 有別的問題 因為它現在是變成說 假設有一個狀況可以是分流 比方說商業團它可以有一半的空間 或者是籌籤或怎麼樣 就是說能夠讓他們是 在比較公平的狀況之下取得這些 可是這裡商業團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有付錢給高山協作員 對 就叫商業團嘛 可是我個人團也會付錢給高山協作員 還是那些也算商業團 沒有應該是說 其實登山的團體有分 簡單可以分三種 對 那一種是全包的 有點像你出國玩跟團一樣 對啊 它連車子吃的都包包 那另外是自主 對 另外一種是自主 那自主就是什麼都沒有 我通通都是我自己背 就在這兩端 對 那中間還有一個是說 我是半自主 就是我訂餐跟訂帳篷 可是我其他的我都自己來 我不用你帶團 對 所以有這三種 那所以你所說的商業團是 帶團也交給特定的公司 那個叫商業團 對 然後半自主也算是商業團 也算商業團 對 但是這兩個類型的團體 就會佔用了這些真的自主團的空間 因為自主團 因為商業團其實很厲害 我說他們是體能或者是操作上都很厲害 所以他們到達山屋或到達目的地的時間 一定比我們這種自主的快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會因為 反正那個地方我又衝不過他們 我到那邊又沒地方住 所以有些山會變成一般的自主的登山友們 是沒有辦法去接近 因為太難了 我們又跑不過人家 那他們可能 即便是同一個時間出發 但是因為他們的矯程很快 或者怎麼樣 他們其實都可以及早 找到比較好的營地 或者是就使用那些公共空間 所以其實你這一商業 講的並不是它是公司型態 就算它是協會型態 所謂的社團法人等等 只要是有營業的事實 對你來講都叫商業團 是這樣 對 OK好這樣就比較清楚 謝謝 那這樣子的話 聽起來還是要先把你剛剛講那個商業團的定義 讓大家都眾所周知 因為以我的理解 有些是協會型態的或社團法人 他並不主張他是商業團 他主張是就是對登山有愛好的朋友們 組成一個人民團體 然後彼此互相分擔費用 然後分享經驗等等而已 對那這個當然 但是事實上就是 你如果去看他的經費探體表等等 他還是有在收錢嗎 還是跟做根公司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的行為 唯一的差別 就並不是股東賺那個盈餘 而這個盈餘 因為他是社團法人 必須重新投資回這個社團的營業上 來確保他的永續等等 但是以你剛剛的定義來講 只要不是純自主 那這些也都還算在你所謂的商業團裡 對 對 但是因為以我所知 這好像不是所有人都這樣子定義 但是其實 就剛剛講的這些團體來說 其實大部分的可能也都是循規道局 只是說 但是 但是就是有一些他是很 偷吃步 嗯 就會比較大辣辣的就是 長粗俗一點就是站著毛根不拉屎 然後拉完屎又不把廁所清潔乾淨 可是通常在台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人有選擇權嘛 沒有說我今天帶去一個旅行團 我以後去那個國家一定都得跟這個家旅行社 一定不是這樣 一定不是這樣 應該都不是簽了什麼賣生器之類的 以後跟登山只能跟他沒有走 所以如果選擇權還是在登山者的話 通常這個的處理方式就是 就是有少數害群之馬啊等等 那難道不是說就大家就發動抵制嗎 台灣不是抵制誰誰倒的一個社會環境嗎 嗯好像不是這樣子 因為登山的這個 就是我們在山上的那些協作團體 他們其實是 這個結構是不是有點複雜 比方說像 可能只有AB兩個團體 哦 就是一個寡戰的狀態 對 他們其實只是分 分包 應該說他們讓他們的這個協作 讓很多很多的旅行社或者是什麼去共享 但是所有的人 訂餐或者是訂什麼 其實都是跟同樣的一兩個團體在訂 嗯 所以就是乍看之下有十個選擇 但其實只有兩個 對對對 其實他上去都是用同樣的資源 OK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聽起來就是他資訊是相對不透明的 就是從這端看起來其實他完全知道 就是只有這兩個團體 但我如果是剛去爬山 因為我沒有登山經驗 我看起來好像有十個選擇 是的 對 這樣子 OK 那所以聽起來就是這個資訊不透明的問題 可能是蠻關鍵的 嗯 就因為如果大家都很明確的知道 實際的狀況是什麼的話 那就比較會是一個 就是有效的一個市場 那這裡講的市場也包含言論市場 對 那但是如果在一個相對不透明的環境 如果都只能靠什麼 靠什麼靠北什麼什麼 那你也不知道說 就是講的這些害群市場 到底是極少數 還是其實是多數 就是沒有人知道嘛 那這個時候 就是大家的社會抵制 就很難發揮作用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從就是資訊 比較透明開始吧 嗯 OK 那就靠我們頻道大力宣傳了 那確實啊 確實 像當時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如果我們是每個藥局賣了多少口罩 如果是每天發布的話 那其實大家完全沒有辦法去驗證 那當時其實有很多留言啊 在藥局負責以前 都有人說便利商店 什麼兩點鐘進貨 然後兩點半就會有人騎個摩托車 把口罩都賣光嘛 2月初的時候 那藥局的時候也有人說 要是暗鋼口罩啊等等 那但是因為後來我們是說 那每30秒鐘大家透過口罩地圖 或者是透過疾管家 就可以看到 排你前面的人他刷了錢包卡 像現在真的就是十片十片這樣會往下剪 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 要是不可能暗鋼口罩 其實要是本來就不可能暗鋼口罩 可是大家參與是共同保證的情況 大家是親眼看到 那但是如果我每天才發布一次訊息 那大家只能相信健保署 那不相信的人還是不相信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那我這樣子可不會就直接延伸到 就是接下來也是一個類似連續的問題 就是這個透明的問題 就是有關我們去申請商屋 因為像現在的那個申請商屋的制度 就是也會跟這個商業團有一點關聯 因為比方說有一個 現在大家台灣申請商屋的方式 你可以講一下嗎 就是總共有玉山 然後太魯閣還有雪霸 這些國家公園是有高山山脈 但是這三四個不同的國家公園 有不同的申請入園的機制 對 有的是抽籤 對 那有的是用去搶的 對 那不管是用抽籤或者是用去搶的 其實都有漏洞可以鑽 對啊 我只要一打山屋 馬上就冒出抽籤技巧 怎麼會這樣呢 對 那這邊講一個 就也不怕大家知道的一個技巧 就是為了要防堵這種漏洞 其實主管機關已經很用心在設計了 他就說 理論上一個隊伍只會有一個領隊 那他就開放一個隊伍裡面只有領隊可以做更換 就是 預防說如果商業隊 我請了很多個隊伍 然後呢 反正 不管有沒有收到客人 我沒差我就先撒一百個客人下去 一百個隊員 申請到了 那沒申請到我就不去嘛 那變成說 明明山屋有40個容納量 等你真的爬上去你會發現 怎麼這個容納量只用一半 可是山屋又超級難抽 那主管機關的一個做法就是 把一個隊伍只能有一個領隊更換每個 那所以商業隊或大隊伍他們會故意 把自己的隊伍拆成四五個小隊伍 然後利用這四五個小隊伍的領隊去做人頭上更換 對 那其實就會感覺好像 不管是抽籤或者是先強先贏 不管是哪個機制都會有一些漏洞存在 那不知道說 唐鳳林這邊 會有一些比較更 減少這種漏洞的機制 然後讓大家 讓一般民眾跟商業隊伍 在申請商務上有一個更公平的利基點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領隊也不應該可以抽換嗎 因為聽起來這樣就解決這個問題 領隊不能抽換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是領隊 那我底下有四個隊友 所以我們總共五個人 那如果我們相約三個月後去爬山 對 如果因為我一個領隊的問題沒有辦法去 那會導致整個隊伍會被cancel掉 所以當初 國家公園設計說可以更換領隊 其實也是一番 有經過頭腦去思考 然後也是一個免疫 就是如果這個領隊真的不能去了 沒關係 至少你們找另外一個人當領隊 那這個隊伍還是可以成型 不會因為一個人不會因為leader沒有辦法去 而導致可能其他四個五個隊友 然後準備了三四個月之後整個鳥團 就是他的另外一個用意在這邊 可是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領隊本來是類似像向導這個職位 對不對 但是他抽換成一個其實不是向導的人 對不對 意思是這樣子 對 所以這樣聽起來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 就是說你對領隊人員做一些資格陷阱 這個又有一點難 因為其實現在在台灣是沒有規定 一定要有向導 或者一定要有什麼資格 才能夠當領隊 或者是才能夠登山 這絕對是沒有的 一定是普羅大眾們都可以登山 我補充一下 就是很吊詭的是 山在各個縣市都有 然後台灣沒有一個中央的機構在管這一山 變成花蓮縣政府有花蓮縣的山區的管制辦法 對 南投對於山區有南投縣政府自己的管制辦法 各個縣市對於山 像剛剛提到的就是其實花蓮縣政府針對隊伍的領隊 他只有說應該要具備初級急救症 還有應該 這個是很常見的 但其實這個話題 但是你說他沒有的話也沒有法則這樣子嗎 對 因為他是用應該 不是必須 OK 所以變成說政府立了一個 我個人認為是蠻軟弱的一個法令 就是有設法令喔 反正你們爬山風險自負 我已經說了應該喔 那之後如果有收救 產生的額外費用 如果你真的是很誇張的 那我就跟你鎖賠 對 但其實 這是後面話題 不過我就稍微講一下 就其實如果就算真的發動直升機了 那民眾也會說 就是應該由使用者付費 但如果這議題拋到了立法院 那那邊官員也會說 國防部又不會去索賠 為什麼 因為他們每一年都有針對收救邊的預算 所以其實花蓮縣政府有定這個規矩 說如果你不乖 你的隊伍沒有一個向導 那你行為很誇張 我去救你了 我有權利跟你索賠 我聽懂 對 但其實真正花蓮縣政府不會支付這個直升機費用 真正的費用是由國防部承擔 但國防部呢 他就想說 我本來就有這個預算了 我這個預算不花掉 那 那也說不過去 所以其實國防部也不會要求民眾 去負擔這個直升機費用 對 但這樣子長久下來就變成說 各個縣市政府定定的一個 對於山的管制的尺度不一樣 但是我們爬山的人不可能 說爬山我只爬花蓮縣的 可能一個重走行程 我會從 假設從花蓮走到台東 對 那這樣子 各個縣 就變得很好笑 發生山難的時候 我還要挑 我可能還要看 你再多走個兩公里啦 到了某些地方 我們較成績 不管怎麼樣都不會付錢 對 就變成這樣有點 明明我們在同一個國家 但卻有不同的管理方法 然後不然管理方法 造成各縣市政府在制定法案的時候 就互相自軸 那不知道說 對 有點扯遠 反正就是 其實本來要問就是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可以讓 整個國家的對於山的管理條 條例可以在一個統一的規劃 可是我們山屋還沒解決 好 我們先回到山屋 好 講太多 OK 對 對不起 我先確認一下剛剛山屋的 因為我們剛剛聽起來 是有稍微有點發散 對 但是發散中間還是有個主軸 就是說 假設說這個向導或者領隊 他需要一些特定的證照 也就是說有一個門檻 那這樣聽起來 是不是就是說 我在抽換的時候 被抽換進來的那個隊員 也必須要有這個證照 或這個門檻的資格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就可以多少 讓這種抽換的動機減少 因為我如果是一般商業團的 就是登山者的話 我其實不一定有 這方面的證照和訓練 我覺得這個您剛剛提的 我認為是否定的 就是因為商業隊伍 他們什麼不多 就是有向導證 或者是有能力的這些領隊 他們就最多 反而是對一般民眾 如果你限制說 我的領隊一定要有這些證照 反而一般自主隊他們會更難爬山 更難接近山 所以就是說 一方面他會讓 雖然讓商業團 就是抽換的成本增加 就不能像這樣玩 但是他的結果就是自主隊 大概就不能去這些山脈 對 所以除非說從源頭 就可以把自主跟登山分開 商業團分開 不然的話 因為本來就沒有規定 一個團體一定要有一個 向導的證照或怎麼樣 所以說如果說去規定 商業團要這樣 其實就算商業團 他沒有證照 還是可以帶團的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規定 可是你的意思就是說 自主團裡面 完全沒有任何人有 救護技術員或等等的能力 都沒有關係 這個是OK的嗎 但我在說 在你的看法裡 這是OK的嗎 因為在我的看法裡 我會認為OK OK 因為我認為既然開放山林 個人的安全就自己負責 對 那當然我的看法 就是屬於那種就是 你要耍白目 你要穿著拖鞋去上雪山 那隨便你是你家的事 但我也希望說這種白目的人 發生山難 就是如果真的出動直升機 那也應該 不應該全部的費用由國家負擔 就真的應該使用者付費 或是不分費用 OK這樣我這樣就非常清楚了 就是說從業角度是分兩 等於分流了 一組是這個 穿藍白頭去爬山的朋友們 那這群朋友們 他抽籤的資格 應該跟任何人一樣 但是他不能夠主張說 這個就是發生事故的時候 他有盡到全部的這些責任 對吧 意思是這樣 那反過來講 這些大概不是穿藍白頭的 專業的這些團體 如果要限制他領對資格等等 那個是OK的 但是是前提是 先把這兩個分流做好 聽起來是這個意思 我是覺得應該這樣 然後再來再補充一點就是 剛剛提到的其實登山 需不需要有向導這件事 其實也關乎於你登的是什麼山 因為一般來講 假設我們只是登一個礁山 或者是什麼山 對 或者是甚至是玉山 我都覺得是不太需要想到 可是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剛剛講的是急救能力 對 可是沒有急救能力 是真的OK嗎 急救能力 只要沒有發生 trouble 沒有迷路 沒有被弱石砸中 沒有被虎頭鋒一叮咬 其實我覺得是OK 就是說一群不會野外急救的人 他只要不要挑戰太高難度 越級打怪 對對對 你覺得是OK的 而且我講的更直白一點 就算我有急救能力 如果真的發生一些狀況 其實你有急救能力 你沒有設備 你如果身處在三四千公尺 三千多公尺 你也沒有辦法 理解 也包含設備的這部分 但是因為我們在講的是山屋 會用到山屋的地方 真的是就是你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不會野外急救也無所謂的那種地方嗎 簡單的路線像 我個人認為簡單的路線像504秀 是啊 但他會需要籌籤籌生物 台灣的山屋目前百分之九十九吧 應該全部都要籌籌 了解OKOK 所以可能聽起來就是要把山屋再分兩集 一集是就是不會野外急救 穿兩百多頁 大概可以活著回來 這樣子嗎 還是說其實你覺得大部分山屋都在安全這一集 應該說如果距離登山口比較接近的山屋 對 距離登山口比較接近 可能一兩天可以到達山屋 我認為就是 或許大家都可以去爬 了解 如果說是要五六天才到得了山屋 那邊就會需要比較更清潔的技巧 OK 因為這個東西真的是蠻難去做分割 因為雖然說有些這些山屋乍看之下是很簡單 可是這完全要取決於你是怎麼安排你自己的行程 對 因為一樣是爬可能北一段 有些人只爬北一段 可是有些人是北一段接北二段 他中走的天數會變得很長 那如果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即便單個山屋看起來好像的困難度不高 可是當他要全部一起走的時候 那個困難度就會變得很高 了解 不往抽籤的這個方向 至少他公平的程度 就是會 因為如果你是排隊 就是比你有沒有寫機器人的能力 這個我就一定 雖然我用不到 對 那但是抽籤基本上相對上來講 就算你有抽換什麼的 總是比就是一群人會寫機器人 另外一群人不會 要來的公平一些了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聽起來就是 只有在難度比較高的行程 或者是他比較可能會用到急救技術的這些地方 那你們才覺得說 那就是要領對一個某個資格門檻 這個是合理的 其他情況下領對資格門檻 其實不是那麼必要 只要他奉獻自服 聽起來是這個意思 對 不過因為剛剛經過譚委員的整理 我又覺得好像這樣子又 就說不上了變怪怪了 就是 因為現在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山屋他目前沒有辦法 好像沒有後補制 就是 有啊其實有後補制 現在不是現場後補嗎 不是現場後補 不是 對 就是在那個線上的申請平台的後補 就是說 就是如果床位釋出數量剛好夠的話 你的就是後補裡面 隊伍比較小的那些可以去使用 對 使用空餘的床位 我這邊稍微提一下 歐美的做法 針對這個山屋申請的時候 他們好像是 就直接開放 因為我們有限定說 一個月前或兩個月前可以申請 對 那歐美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預約制 對 好像你一年前 就是兩年前 你就可以針對某年某月要去哪裡 我們這裡也有啊 叫專案 專案預約 我沒有記錯到 專案預約 有嗎 對啊就是一些 可是聽起來像是團體 比如說學校團體 對對對對 但我們只是一般人 OK 也不會只組個協會什麼的 對對對 不過就是 然後最後牽扯到 如果大家都用專案 其實專案也不專案 對 確實 競表同意 對 所以就是再回來 因為你們現在 可能聽眾 就是剛剛講的自組團 而且也已經準備好 付相關的風險 所以 所以當然對於這群人 聽起來 就是目前的制度 是慢慢越來越公平 可是離真正公平 還有很遠的距離 這樣子 那不過您剛剛說 聽我這個重順 因為我只是把你們講的 重新講一遍 所以你覺得 還有哪裡怪怪的嗎 因為 即便像 因為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阿布剛剛提到 是說 有些商業團 他並不是真的已經有這麼多客人 我理解啊 他就是先去做了這些事情 然後申請到了一堆位置 然後排擠掉其他的 理解啊 理解 但我的意思是說 就算你不是商業團 剛剛講的如果 除非你領對證招 有所限制 你在沒有限制的情況下 你也可以 就算你是自組團 你也可以找一堆人頭啊 就是說這個活動本身跟你有沒有付錢 買設備或安排行程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知道嗎 只是它是一個成本比較高的搶票機器人 你不能只是寫程式 你還真的得去找人頭 但是當你找到人頭之後 成本是一樣的啊 OK 所以大概做個小總結 針對這方面的 唐委員的結論 就出誤結論了 就是有更換機制 但是更換的要是具備資格的 但是這個又只是用在 真正用得到這些資格的地方 果然這個政策沒有那麼簡單 對啊 可是我自己是在想說 難道這一個抽籤的這個方式 不能用IT的層面去做一個把關 或者怎麼樣嗎 因為像比方說 可是這個好像跟人為比較相關 因為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是向導 那我自己是知道 商業團因為它訓練出來很多個向導 所以它有這些人頭的名字 所以它就等於用假人頭去 然後有向討證的人去申請商務 但是實際上 這個向導根本 不是不屬於他的公司的 他只是用人頭冒名頂替去抽 我理解 我剛剛要指出的只是說 就是這個向導 願意出借給商業公司 跟他願意出借給他的朋友的朋友的自主團 其實是一樣的 你如果是管制機關 你根本分不出這兩個的差別 沒錯沒錯 因為這家公司的職員力 也不會有這個向導 那我們一般也不會揭露我朋友的朋友是個向導 所以你若是管制機關 你沒有辦法分得清楚這兩個太陽 對啊 我剛剛突然想到 那如果說 因為申請向導需要填自己的資料 是不是自號跟手機 對 那有沒有辦法做 應該是有辦法 就是讓你申請的時候 或者按儲存 然後這個由這個國家公園的管理平台發一個簡訊 給這個這個手機號碼的主人 然後知道說 你的資料正在被使用 那這樣子是不是 我在想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掉說 對我的個資曾經留在你那邊 但是一旦你有任何不法的使用方法的過程 我就可以收到簡訊 這有點像那個就是報官的那個Easyway的那個做法 就是說你要假冒我的名義從海外就是進包裹進來 那如果我收到簡訊或者是沒有我的同意 其實我就知道有人在冒我的名字 對 聽起來是這個意思 應該有辦法做到 我覺得這是不 因為Easyway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技術上當然有辦法做到 那請問成本上呢 就是如果說 假設啦 他是這個 一天的案件有一千件 對 會發一千封簡訊 對 這個對政府會是一個很大的成本支出 我覺得主要還是說 你收到簡訊之後是做什麼 如果只是純告知 那幾乎沒有成本可言 純告知沒有 就是說有人正在用你的這個帳號 之類 那如果這個其實這不是你的話 那就請 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對不對 請打電話檢舉嗎 還是打電話報案 就是你要看那個簡訊說 如果不是你的話 你要做什麼的這個是不同的嗎 如果你是說 你收到簡訊之後 你一定要回某個系統來確認 這個申請才生效 那這段的開發當然有它的成本 如果現在只是說 沒有啦 它就是自動生效 那但是如果你要提出異議請聯絡誰 那這個是成本是低很多 那又或者是說連聯絡誰都沒有 我就是通知你一聲 那如果有糾紛的話自己解決 那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成本 OK 好啊 那我覺得 我個人自己想像 就是看之後能不能就是 一旦領隊在創建隊伍的時候 然後呢 國家公園的平台的系統可以發一個簡訊 給這個領隊 那或者是這個領隊一旦有更換 然後呢 一樣也是發個簡訊給新的領隊 然後讓這個個資的使用者知道我的個資正在被使用 可是這個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就是它不用用真的電話跟email 你說它如果填假的 對啊 它只需要用名字跟身份證 就是說我如果就是要當人頭 那我一開始就填一個我反正收不到的檢訊號碼 它只有名字跟身份證是真的 其他都是可以 是假的 所以那個被冒用的人還是受不到訊息 身份證證跟姓名跟生日是一定是真的 對對對 但是你說的就是如果電話號碼是假的 或email 因為像現在其實我們申請的時候 那個國家公園就會寄信告訴我們說 你現在已經你的案件已經在處理中什麼的 我們現在都收得到 對啊 對就是說如果你要是說 號碼商說它一定要向導證 假設推到最極端 就領隊一定要向導證 那這樣當然你可以用你考向導證照的時候的那個電話 但是這裡有兩個就是先被要件 一個是說你在考向導證的時候你要同意你的個資 被國家公園這樣子使用 因為你考這個留資訊其實是為了取得向導證 並不是為了國家公園系統隨時可以通知你 那這個你就要取得他們的同意 當然這個並不難取得 假設取得了 那取得之後真正難的就是說 按照你的講法 在很多的路線上的商務 其實根本用不到向導證那麼高的這個門檻 那這個時候他只要主張這個領隊就是 你知道就是有執行向導的能力 但是他並沒有證照 那他只要這樣主張 事實上我們這邊並沒有任何一個名錄 可以去確認說他這個電話是不是真的他的電話 但是目前實際的狀況變這樣 OK 我剛剛想到了 你剛剛說的方法 其實只要在簡訊裡面附一個連結 然後那個收到簡訊的人 要點那個連結案 類似確定真的有這個人 那這個隊友才會成立 對 但我如果是人頭團的話 我就留自己的就好 對啊 對齁 OK 好吧 那我覺得這個議題可能 對 就是說你事前有個白名單 這個確實是一個解決方案 但如果事前是一個白名單 這個就會變成準入條件 就是沒有這個白名單的資格人代理 根本就不可能來籌籤 請問怎麼叫白名單 就是我已經認識的一群人 白名單 就是所有有向導站的人 及他的聯絡方式 這個已經建立了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 所謂白名單意思就是白名單之外的人 都沒有資格 嗯 OK 那但是按照你們的講法 這個對大部分的山屋 以及比較短的路線來講 這個是過分的限制 過分的限制 那所以這整套就失去立足點 就是你這腳站的很穩 可是另外一腳踩不下去 對 所以山屋還是無解啊 嗯 或許吧 不過我覺得至少現在的方法 我覺得有六十分了 六七十分了 對 你覺得呢 現在方法有幾個嗎 你說我 對 我自覺的我永遠都搶不到啊 OK 對啊 這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永遠是一段很長的期間 對 就是 就是持續的搶到 搶到機率不大了 對 然後像玉山他是用抽籤的 用用 也是很難 那個抽籤中籤的機率 好小 嗯 對啊 好啊 就沒關係 所以 因為我們會觀察到這現象 就是會覺得說 欸 怎麼會到了山屋還是有空位 對 或者是 為什麼商業團永遠有位子 所以我們才會想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理解啊 理解啊 沒有我們剛剛其實已經試了好幾個思路了 只是說 要嘛就會變成業餘自組團 都得跑去考個證照的這種解法 又或者說 會變成說 欸 從管制機關看起來 根本分不清楚商業團跟自組團 在這種解法 所以 呃 目前的狀態 其實是 嗯 我們叫做一個local optima 就是說 他很難在 不犧牲任何一方權益的情況下 往更公平的這個方法走 對 那那但是要怎麼走出這個local optima 其實 也很歡迎聽眾朋友給我們一些意見 如果說是像我們 就像歐美那樣子 我們是用預約制的 對 就是開放兩年的預約 對 讓大家一直不斷的去預約 對 對 這樣子會有可能有錢 那但是先約先贏還是還是要抽 先約先贏 外面是這樣 就是你有預約到商務 嗯 就有 OK 那對 但是不能再抽換人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那個一開始說 林隊就是不能成行 所以整團都去不了 這個問題還是在啊 我打他一下 嗯 我覺得可以用那個 現在不是有 iPhone Store 有一個去報名現場 申請課程 對 那他就會跳 除了有白名單之外 他會有一個那個 電子票券 對 然後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確認你的人頭 是不是QR Code 直接掃就是本人 那如果是的話 你就可以用嘛 如果不是 那代表你冒充 冒充你就 變成也有刑責可以去罰你們 對啦 沒錯 但這個就是前提 就是所有可能去用商務系統的人 事前都要先來註冊這個白名單 對 事前他就要先讓國家公園知道 有這些可能來登山的人存在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這個事前的話 我也不知道到底你是你還是冒充的人 對 但這個事前註冊 他還是會變成一個準入的門檻 對 那現在只是說這個門檻到底要定在哪裡 這個我 我並沒有覺得一定要定在哪裡 就是 看大家想法 所以有門檻才能限制的 不然你沒辦法做管控或限制 對啊 對啊 好 你們再討論 OK 不過我覺得 就 不過公共政策很好玩啊 就是大部分的都是這個形狀 對 就 我覺得我們不能抱著說 把問題丟給老闆人解決 對 應該要抱著一個 把問題丟出來 然後聽聽看 就是 但是今天很少的 這個堂委員他有什麼 不同的想法 對 我們不要抱著好像要解決問題 對 應該要想著 討論問題的心態 對 因為如果一下子就解決問題 一個這個沒有登山經驗的人來解決的話 大概就會不小心犧牲掉一大部分人 對 我剛剛一聽到最直覺的想法就是 哦 那領隊都好像到這樣 對 這個大概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 OK 了解 好啊 那我們繼續下一part 好啊 下一part就是有關這個 登山救援的部分的成本支付 還有登山險 中間可不可以做一些連結 是 這件事情 那 基本上 現在就是 剛剛也前提災要的時候 也有提到 就是現在在收救的部分 原則上 就是會 理論上是應該要收費 但是實際上卻又 好像又都沒有收費 那這樣收費與不收費的這個標準 就是大家是很難去界定跟拿捏 那我們這邊 我這邊是曾經有想過說 為什麼不讓登山的人 我們都強制他要保險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保險公司 他就會去審查這個登山者的資格 如果說他是一個乖寶寶的話 那他的保險費就很低嘛 那他如果是一個很常常會使用這個 登山救援資源的人 他的保費就會變得很高 那當真的要出動救援的時候 出動了救援之後 這個負責理賠的公司也是保險公司 這樣子的話 就比較不會有用到納稅人的錢 或者是要當事人直接自己支付等等 這樣子的問題 我是這樣子想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沒有辦法執行說 強制登山要保險這件事情 這個登山險 就是你剛剛講的登山綜合保險 它是什麼時候 開始有這樣子的產品 可以 有這個產品 有這個應該一陣子了嘛 對不對 對但是也是這幾年的事情 因為之前是 只有旅遊險 對只有旅民險 OK 就旅遊歸旅遊了 那登山包還有什麼搜救啊 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 這個是在近幾年好像 五六年前吧 對 OK 也不是很久以前就有的東西 然後你的意思說 會不會現在 苗栗台中華聯南投說要保險嗎 對 那你現在的問題說 怎麼樣推廣到其他現實 還是說這四個現實的自治條例 你要怎麼加強 應該是說 我自己的疑問是說 為什麼不能強制要登山的人都要保險 然後這樣子的話 如果真的他去動用這些救難的資源的時候 就由保險公司來支付 就不會有現在大家詬病的就是說 為什麼他出動了資源 然後卻不用付錢 因為到最後如果有保險 就是會有人付錢 可是像花蓮它是有這個條件嘛 那就是必須要保險嘛 那沒有保險或者沒有申請入山什麼 那真的出動資源的時候 他不是可以開罰嗎 對 但是實際上花蓮縣政府也不太會 譬如說 我今年出動10趟資訊機 我10趟都跟這個三戰者索配 幾乎是不會的 那從你的角度看來 他有些索配有些沒有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錢不是花蓮縣政府出的 他訂了這個法條 但是實際上 支出這些油錢什麼的 是國防部 理解 理解 然後那 感覺國防部 感覺啦 我個人 聽過一些前輩 或者是立法委員說法 就是說 就是國防部 就是有這個預算 預算他們有花掉 反而說不定明年會被砍預算的時候 這些油錢 對 我不確定 如果這個說法對 那其實行政院什麼事也不能做 應該是立法院要把這筆預算改掉 這個對不對 就自動達成你要的效果 對 但我又不希望就是我們的收救能量用在這些 我直接說白一點 就白目的這張課上 這些白目的這張課又不用付出任何代價 我覺得這是錯的 我認為應該要讓 但是這個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什麼是誇張 什麼是不誇張 這個界定 我不確定說 是不是能夠由政府來做一個 就是 好 這樣子 後面都是很誇張的 我會索賠 那樣子 前面的這樣 OK 這是你合理的使用這些救難資源 就是我不知道政府是不是當一個這樣的角色 那如果政府不適合的話 意思就是說 他應該是要嘛全部都開發 要嘛全部都不開發 全部都開發 就是沒有保險而入山的情況 沒有保險 對 我自己 我自己是覺得他就是應該要強制 你就是 就是全面開發 聽起來就是 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保險 入山發生意外 那就罰 對那但是那又要有一個管理機制嘛 就是他要去檢視每一個登山的人 他是不是都有去保險 那因為我自己 那當時會有這個想法 就是因為 在大概兩年前吧 還是一年前開始 那個U-bike 他都有幫所有的使用者保險 真的喔 你要去登陸U-bike 所以如果 所以如果我騎U-bike 在路上又要車禍 對 會幫你理賠給另外一個人 真的假的 對像我 像我有一次就是騎U-bike 被機車撞到 然後 但是雙方都倒了 那所以說那個時候 警察他就跟我說 那你打電話跟U-bike講 那U-bike會 如果這個機車騎士有受傷 那這個機車騎士的醫療費 會有U-bike 對那叫第三人責任 對 所以說 我那時候就想到 為什麼連就是像 這麼多人在用的這種U-bike 都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保險 為什麼登山不能有一個強制的 不過登山不會有第三人責任吧 對 所以其實險種不一樣 對 但是我的出發點就是說 他就幫 比方說 因為像 U-bike 他那個也是 像使用者也沒有付任何錢 但是 U-bike這個公司 就自動幫所有的人都保險 那如果說登山也是一樣 我就自動的幫所有的人都保險 會有這樣子的可能嗎 你剛剛說的自動其實有一個小小的漏洞 因為你去逼的時候 你有做逼 然後你逼這張卡是你的 對 但是 但是我們要去爬山要保險的話 除非有個像卡的東西可以去逼一下 去認證一下 不然的話還是 我們就用那個健保卡 之類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不跟保險做 因為這個推到極致就會變成 登山的意外 都有健保肌腹 不是用健保肌腹 我意思說是認證你的身份 就比方說我今天要登山 我都可以去 就像C-U-bike一樣 我有逼這個動作 那我要去登山 我就是有認證說 我這個人現在要去登山了 但是我聽起來的意思仍然是 因為這是強制險 對 那所以 其實不管你逼不逼 只要在山上發生這個問題 等等 重點還是這個保費 要怎麼計算 的這個問題 對 那這個保費 基本上只有兩種 一種是由國家來做裝 有國家賠 有國家收保費 那個就是全民健保 by the way 對 但是另外一種就是說 沒有你在投保的時候 可以選保險公司 每家的計算方法不一樣 那是一個競爭的市場 像現在登山綜合險 就是這樣 那聽起來你們的想法是 只要有投保就好 而沒有管他是哪一家保險公司 所以比較還是 不是國家經營的社會保險 而是比較市場經營的這種保險 對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聽起來的意思就是 如果沒有保險的話 只要有一個一致性的裁罰方式 就可以往這個方向促成了 就是說 因為聽起來這個後面的問題是 他有定裁罰 好比像說沒有保險 要罰一萬到五萬 那但是有些地方政府 聽你們的講法是說沒有罰 或者是說選擇性的罰 或者只挑裡面一點點罰 所以聽起來應該是說 要有一個很明顯的規則 就是說一定罰 然後第一次罰一萬 然後兩萬三萬四萬五萬 美禁制 對 之類 因為這樣子才沒有任何人情壓力 就是完全只看你犯了幾次 那我來決定罰多少 那這個時候當他罰到五萬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我如果每次被抓到都要罰五萬 那我為什麼不乾脆去保險算了呢 對 那我覺得聽起來 這是比較合理的一個一條路了 但是 但是 又是有點難 因為像我自己跟那個 一些山友們 就是比較年長的一些 爬一輩子山的那種朋友們 爬山的時候他們就會覺得 我都爬一輩子山了 為什麼現在突然要我保險 不管 就每個人都一樣 強制的 並不是因為他 所以 只要他保 沒有大家都一樣 對啦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他是在幫沒有爬一輩子山的人 付他的守舊費 要這樣想 沒錯 我覺得 累進制 就是第一次可能 部分支出 假設一萬 你如果第二次又叫職人機 可能就要變五萬 第三次在叫 對 而且他寶貝會調漲 嗯 對 好 我覺得這個答案 因為說 討論過程 我覺得是有一個小結論的 但是我要補充一下 現在目前的登山保險 都沒有含直升機 嗯 對 對 你就這樣 好就這樣 就是補充一下說 因為你剛剛說 叫直升機這件事 所以其實保險還不含直升機 哦是嗎 OK 好 好 那我們就進入下一題嗎 應該已經快一小時了 我們剩兩分鐘 真的假的 對對對 好 那 還是說 我們再 我們再找一下 就是非常非常想問的 對 剩兩分鐘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 其實我最想問的就是那個三屋 嗯 但是我來看一下那個 你覺得 這一個怎麼樣 國家公園 要不要使用付費 好好好 來請 一題我一題好了 我就是稍微再 我想要知道就是說 唐鳳覺得 國家公園 適不適合用使用者付費這個概念 嗯 就類似一個好像規費 對 就是入場券 嗯 對 因為像目前為止 台灣的山林開放期 基本上是不用付費 除非是這種森林遊樂區 嗯 那一般來講 其他像 如果是去爬山或幹嘛 其實都沒有收費 在國家公園 但是其實很多國家 你在 尤其是像美國 他們的國家公園 就從他們那邊 來源的嘛 所以他們 但是他們在進入國家公園區的時候 都會收一個費用 嗯 然後 但是現在因為台灣完全沒有收費 但是卻有很多登山友在 抱怨的就是說 這環境都沒有好好的被保護 那但是因為 我想可能有很大的原因 也是因為政府不一定有這麼多的經費 來做這件事情 來維護 國家公園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我們不能向所有的使用者去收 不過像你說收費的時候指的是多少錢 是50塊 500塊還是5000塊 都是那種50塊美金 那種比較低的那種啦 不是很高的 它不是 因為不是用來營利的 國家公園絕對不是 以營利為目標 對 所以說它只是收一個入場的一個費用 所以50塊美金 按照我們這邊就是1500囉 欸不對 美金最近跌了 對 但是沒有那麼高啦 但是沒有那麼高 1500差不多 如果以30塊 1400 沒有沒有它入場沒有那麼貴啦 它這1500可能是年票 OK 對 可能是年票1500 類似這樣子 對啦 我理解你的意思 對像黃石公園是每人美金12元 所以大概是台幣360 現在只剩336了 這個好像央行的節目 那就是336元 我自己是覺得說 很多就是爬山的朋友們 如果是一次一個人 336 那他按照他所 因為336就看一場電影 那所以 比看一場電影還貴一點 事實上 那就是大部分的人 會開始去比較 說 那在 有收費的 商業的遊樂區 你收我336 提供的服務是什麼 以及在國家公園裡面 提供的服務是什麼 那如果他主觀覺得 沒有到336的話 那這項政策就很難推 這是最大的問題 如果你是收33.6 那我想大概很容易 但是收336的話 大家就會有一個比較的一個心理 所以這個定價也是一個關鍵 是的 事實上定價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真的嗎 對 可是 就是為什麼說他們要中低收入戶啊 或者是 特殊禁慾啊 或者是 這個 老人家 或者有一些地方政府會說 沒有當地涉及的居民啊 這些免票 或者是辦票 或怎麼樣入場 那後面都是因為希望說 我們鼓勵大家來使用這些公共財嘛 那但是 比較不常使用的 或者是他平常沒有承擔這個外部成本的 他就應該要收比較多等等 但是就是說在一個一般的外縣市的人來 然後 全票的這個基礎上 大家一定會拿這個全票的價格去 你去別的就是商業的遊樂區 得到的服務去做比較 那如果這邊很明顯 服務沒有到這個程度 這個政策就會難以推行 可是假設我強制就是要推了也沒辦法 嗯 因為強制就是要推了這個我是誰呢 因為這個我是國家公務員的管理處 但是他的預算還是來自於立法院啊 所以只要有立法委員的選民 認為說這這不合理 不可以 那那這樣子的話 這筆就是會被砍掉 嗯 那如果砍掉的話 那其實從國家分為角度來看 那他等於是損失了他預算上面 本來可以有的支出的預算 但他賺不成比例的入院費 那這筆生意他是一定不做 所以這一定是要在就是那個地區 以及外地可能會來這邊使用 未來公務員的人 都覺得合理的一個價格上 這樣才有可能推行 嗯 好 然後就在就是替觀眾 聽眾 最後一個問題 好 那不過這問題有點長 不過你一定可以回答很快 好的 我就說我不知道就給你 哈哈哈哈 然後現在問問題 我會把它放在我們整個頻道節目 是是是 其實就是開場的問題 就請問唐鳳寧平時有在爬山嗎 沒有 如果沒有 好如果有的話哪座山 沒有 沒有 好OK 那如果沒有 那請問讓你不想爬山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這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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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那我的問題問完了 好非常感謝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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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